白梅,你搞清楚,嫁进我们孟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不就是卖了你一辆车吗? 你好丧给谁看啊?小虎要给儿子挣房产,你一个不下蛋的鸡,车子房子的放在那不是浪费吗? 我婆婆嫌恶地指着我,乌言慧语骂个不停。 她趁我不在家,自作主张,偷偷把我的爱车给卖了。 那辆奥迪是上次我爸来看我的时候给我买的,还没有两个月。 结果却被我婆婆以三十万的价格贱卖了,然后拿这个钱,给我小叔子孟小虎在县城按揭了一套房子。 那是我爸给我买的,属于我的私人物品,你没有权利卖,今天怎么着也要给我拿回来。 我气得嚎啕大哭,和我婆婆吵了起来。 哎呦喂,孟家的大儿媳是要返天呢。 孟小军,你管得了你媳妇不,管不了我管。 我婆婆双手插腰,冲我老公孟小军吼道。 孟小军左右为难地看了看他妈,又瞅了一眼我,递了张纸巾过来,白眉,要不就算了吧。 算了,我震惊地瞪大眼看着孟小军,他不可能不知道这辆车对我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孟小军,你,我指着他,气得说不出来话。 那车能卖些钱,给小虎买房子,挺好,你就不要闹了。 他轻飘飘地说,眼神里满是责备。 我闹,我瞳孔地震,这就是我丢下父母,不远千里托付终身的男人。 我说老大媳妇,你也厚道点,不要太自私。 老二家新添了人口,还是男娃,给他买房子是天经地义的,家里每个人都要出力。 一直沉默地,我公公掐灭烟,痛心疾首地教训我。 要出你们出啊,凭啥拿我的车换钱,我要回自己的东西就不厚道了。 什么强盗逻辑,我冷笑一声,那要是没有我的车卖,老二家岂不是要流浪街头了? 还是你们一早就打上了我车子的主意? 何其火来算计我,卑鄙无耻,你们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我公公气得脸疼得一下红了,家烟的手微微颤抖。 哟,嫂子,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吧? 梦小虎老婆刘慧拍了拍怀里的婴儿,阴阳怪气地说,咱们女人啊,最大的功劳就是为夫家传宗接代,能生得了娃,那才是有用的。 这世界,无用的的人就要给有用的人让路,你说,对不对啊? 他误化女性的歪理邪说,让我想冲上去抽他几耳光。 看样子,今天他们不打算吐出这个钱了。 我也懒得和他们废话,回头看着梦小军。 老公,你知道,这辆车是我爸,白眉,你怎么这么矫情,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 梦小军蛮横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是人,混蛋,我再也忍不住了,狠狠推了他一把。 你骂谁呢? 有娘生没娘交的东西。 我婆婆怒气冲冲地扑了过来。 啪! 一声响亮的耳光山在我左脸上,挽着的头发也被打得披散下来。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嘴里一阵心田,牙银被兜他打出血了。 梦小军不敢怪他妈,埋怨我道,跟你说了,算了算了,你就是不听,何苦呢? 我脸疼,但心更疼。 疼我婆婆打我骂我,疼梦小军关键时候不维护我。 我婆婆见一巴掌下去,我没啥反应,索性打开门,一屁股坐在地上杀猪一样叫,接放邻居们快来看呀。 我大儿媳忽逆不孝,欺负我老婆子。 真是没天理呀,大家快来给我平平礼。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不活了,呜呜。 她话音一落,呼啦啦跑出许多人,在我家门口抱着膀子看热闹。 我婆婆立马戏惊上身,开始了对我的控诉。 大家伙听我说,我大儿媳霸着家里的财产,不让我给小儿子买房,还在家撒泼骂人。 不明所以的众人,一下就被我婆婆带偏了节奏。 哟,孟家这媳妇没看出来呀,平时温温柔柔的,骨子里竟这么坏。 所以呀,大城市女娃处处对象还行,结婚过日子还得是咱农村姑娘,那才叫听话懂事。 说,这话的一个是孟小军的表舅,一个是刘慧的远房婶子。 两人平时没少攀着亲戚关系,蹭我的车去县城办事。 我婆婆一看,有人帮枪,更来劲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得豪哭起来,不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真是家门不幸,这女人不但不孝顺公婆,还生不出孩子,我们小军的命咋这么苦,作孽呀。 她垂心顿足,唾沫星子乱飞,越骂越难听。 我家小军跟老黄牛一样,整整在她那严谨地里离了两年,愣是一点动静没有。 养只鸡都下不少蛋了,她连只鸡都不如。 一个磕着瓜子的年轻后生戏谑道, 孟大娘,你儿子是牛,你媳妇是鸡,你家是开动物园的呀。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我紧紧咬着嘴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屈辱的泪水在眼眶打转,我忍了又忍,掐了满脸通红的孟小军一把,恨声道,叫你妈闭嘴。 孟小军死妈宝南,头一扭,恨声恨气地说,要去你去。 我气得哼了声,我可是给足你面子了,我静止走到我婆婆身边,刚才你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是不? 是又怎么了,还冤枉你了不成,我婆婆怪声怪气地冲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可如果不下蛋的鸡,不是我,是孟,白眉,闭嘴。 我话还没说完,孟小军惊慌失措地朝我大嚷,就像被水踩了尾巴一样,跳起脚跑到我婆婆跟前,不由分说,一把把她拽进屋里,关上了大门。 你刚才想说啥,把话说清楚,我婆婆被孟小军拽进屋,脚跟还没站稳,就气势汹汹地让我把刚才没说完的话重复一遍。 哼,就她那个小身板还能生出瓦,妈,别跟她废话,我看她就是狡辩。 刘慧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在一边煽风点火,我看了一眼孟小军,她逼着头一言不发,我捂着心口,深吸一口气,刚想开口。 我婆婆的骂骂声又响了起来,见女人吃了我孟家两年的米,连个仔都生不下,还好意思大呼小叫,臭不要脸。 哼哼,生不了孩子就是臭不要脸。 我呼得笑出了声,你儿子吴京正,我跟谁生孩子去? 她睁着眯眯眼,茫然地看着我,显然,她没听懂我在说啥。 倒是我公公夹着烟的手哆嗦了一下,声音有些发虚,老大媳妇,你说的吴京正是啥意思? 就是,我瞟了一眼孟小军,她捂着脸,蹲了下去。 你儿子的种子都是坏的,再好的地也长不出庄稼来,这一辈子都别想有后。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胡说,你敢诅咒小军,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刚说完,我婆婆就壮如疯狗,恶狠狠向我扑来。 这次我学乖了,还没等她扑过来,就躲到了她儿子身后。 我没有胡说,不信你问问孟小军。 孟小军刚开始还隐忍着,无声地哭泣,后来见我捅破了窗户纸,索性破罐子破摔,放声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无疑是在佐证我的话。 瞬间,屋子里一片沉默,我婆婆也闭上了嘴巴。 半年前,我和孟小军例行备孕检查,查出来她有不遇。 拿到结果的时候,她大放悲声,要和我离婚。 白美,我们离婚吧,我不能剥夺你做母亲的权利。 说完就扔下我跑了,电话关机,人间蒸发了一个礼拜,急得我吃不下睡不着,天天担惊受怕。 就在我心急活聊满世界找她的时候,她回来了,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白美,你不要离开我,没有你我会活不下去的。 她双眼通红,满脸胡茶,看上去憔悴不堪。 我心疼极了,扑在她怀里,小军,我不会离开你的,永远不会。 她激动地紧紧抱住我,又是哭又是笑。 我想,没有孩子又怎么样? 只要我和孟小军永远相爱。 可是,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多疑,敏感,冷漠又自私。 我的儿,你咋这么命苦啊? 短短的沉默后,我婆婆突如其来的尖利哭嚎打破了我的沉思。 她抱着孟小军干嚎了几声,走到我跟前,催了一口。 小军即使身体有问题,也是你的男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轮不到你说三到四。 你以后胆敢出去胡说,败坏小军名声,我保准撕烂你的嘴。 孟小军也忧愿地看着我,白眉,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狠心,捅我的伤疤,你太令我失望了。 目光中的含义就像脆过毒的刀子一样。 她怎么不说,他们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的时候,她丝毫不帮我,还在一旁敲鞭鼓。 这会儿倒都成我的不是了。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 老大媳妇,一直来来回回夺步的我公公停下脚步看着我。 你和小军既然命中母后,就不要太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了。 今天我做主,小虎的孩子过继给你,他们再生个儿子。 卖车的钱就当是你送孩子的,以后你现成的房子也给他。 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好,好一手算盘,我公公的正会计果然没白当。 合着我奋斗了几十年都是在给他小儿子一家打工。 哎,就是委屈了老二媳妇,十月怀胎不容易啊。 我公公还在叙叙叨叨,老大媳妇,你要是同意了,就走个手续。 我想都没想,立即拒绝,我不同意。 谁知这话一出口,就捅了各天大的马蜂窝。 首先是刘慧,狠狠查了我一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白白把儿子送人,自己生不出来儿子就要抢别人的,还要不要脸。 哭得死去活来,仿佛死了亲娘一样。 她是聋了吗? 我清楚明白地说了我不愿意。 我婆婆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一记眼刀射向我。 你还好意思不同意,真是给脸不要脸,转头看着孟小军,恶毒地说。 我看,这个女人是有外心了。 孟小军猛地冲过来掐住我,左右摇晃。 你这也不答应,那也不同意,你是不是外面有了也难忍,不愿意跟我过了,是不是,是不是呀。 我的胳膊快要被她摇断了,忍无可忍,一个巴掌抡过去。 她白皙的脸上立马现出了一个清晰的五指印。 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贱女人,啪。 孟小军下手很重,打得我眼冒金星,也打掉了我对她残存的最后一丝感情。 我捂着脸,定定地看着她。 以前,我爱她连她,所以温柔似水。 如今,最后的爱意已被消磨殆尽,我不再心软。 我趁其不备,猛地拽住她的头发往下蒿,她疼得杀猪一样惨叫,反手又打了我两耳光。 我怒火攻心,抄起旁边一根木棍,就往她身上招呼,下手狠力,毫不迟疑。 她吃了别,一边躲闪一边,乌言晦语咒我。 小虎,还愣着干啥,快去帮你哥,给我打,往死里打。 我公公把门锁死,指挥孟小虎一起打我。 我婆婆也呐喊助威,打出来的婆娘揉出来的面,这个女人以前就是太惯着了,使劲打,今天要打的她告扰。 孟小虎人高马大,恶虎扑石一样扑过来,夺下我手上的棍子,一脚把我踢翻在地。 孟家两兄弟合起火来,对我拳打脚踢,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脸上。 我被打得快散了架,看着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倒吸了几口凉气。 孟小虎赤红着双眼,喘着粗气,下手又重又狠,我有些害怕。 害怕她一不小心把我打死,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刘慧坐得远远的,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根香蕉往嘴里塞,冷笑着看好戏。 我看着她,忽然有了主意。 我趁孟小军两兄弟不注意,偷偷扯下脖子上的金项链,扔在了离刘慧不远的地上。 刘慧盯着掉落在地上的项链,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停止了吃东西。 我当机立断,发疯一样地砸东西,盆盆罐罐,扫帚,暖水瓶,凳子,遇到什么是什么,甚至把玻璃茶几也推倒砸碎了。 然后在他们暴跳如雷的咒骂声中,快速爬过去捡项链。 然而我的手刚伸过去,就被刘慧抢了先。 他一把抓起项链,就往自己口袋里塞。 他垂涎这条项链很久了,可是下一秒,他的脖子上就多了一块尖锐的玻璃,等他反应过来,已经迟了。 孟小虎怒吼一声,就要冲过来。 我大喝道,站住,再往前一步,我就割破他的喉咙。 刘慧害怕地瑟瑟发抖,不停哀求我放了他。 怀中的婴儿被惊醒了,大声啼哭,把奶给孩子喂上,不许让他哭。 我暗暗加重了力道,刘慧的脖子很快渗出了血,他疼得呲牙咧嘴,不停惨叫。 孟小虎站在原地,束手无策地看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抱紧孩子,和我一起出去,不要耍花样,否则你和孩子的安全,我无法保证。 质子无辜,我也不想这么干。 可是面对如狼似虎的孟家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这样,我押着刘慧和她的孩子,命令孟家人乖乖地打开了门。 一直走到安全的地方,我才放开刘慧,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打给警官,一个打给我爸。 警局里,孟小军沉默不语,他妈拍着大腿高声叫嚷。 警官同志,一定是搞错了,小两口闹点矛盾,咋还惊动你们。 我这媳妇就爱小题大做,一点家庭矛盾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麻烦你们了呀。 说着,给孟小军使了个眼色,走过来拽我。 老婆,是我不对,我不该惹你生气,我这就给你赔不是,和我一起回家好吗? 我浑身伤痕累累,感觉坐着都费劲。 孟小军的手刚一触到我皮肤,我就像被火烫了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头上好像也受伤了,血不停往下流,一个女警拿纸巾使劲帮我按住,不住地叹气。 干什么呢,你们,这是警局,不要拉拉扯扯。 女警板着脸冲,两人立合。 这位女士报警说,她被家暴。 群殴,我们找你们来核实一下情况,希望你们好好配合。 旁边一个男警官敲着桌子提醒两人。 咋,我们在自己家教训一下媳妇,还犯法呀? 这么说,你们的确对这位女士动手了,那你们刚才死不承认,是想抵赖吗? 警官同志,您别误会,我儿子可没动手。 也就是我和媳妇拉扯了几下,最多算是婆媳矛盾。 孟小军他妈必重就轻,想大事化小。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懂。 想进橘子吗? 警官见微知著,一句话让孟小军他妈差点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呵,这会儿知道害怕了,晚了,对于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渣子多说无意,搜集足够的证据才是最重要的。 反正他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跚跚不了几天了。 首先,我得去验商,留取照片,开具证明。 我让警官陪我去了趟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肋骨和尾椎骨骨折,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这下手也够重的呀,都构成伤害罪了。 看片子的医生推了推眼镜,摇头叹息,那个小畜生在哪儿,看我不打死他。 突然,一声怒吼在耳边响起,我猛地抬头,是我爸,他双眼冒火,额上青筋抱起,牙齿咬得咯咯响。 身后还站着两个叔叔,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他的老战友。 我再也忍不住,亮亮呛呛地跑过去。 当天晚上,我爸他们就出手了。 一番运筹帷幄后,两个叔叔把孟家两兄弟骗来县城,趁着月黑风高之际,把二人暴打了一顿。 等到两人实在打不动了,我爸蒙着脸上场了。 常年健身的老兵真不是盖的,孟家两个孬种被打得哭爹喊娘,不停求饶。 我爸很公平,本着雨露均沾的原则,两个人所挨的拳头不偏不倚,一样多,还都整了个肋骨和尾锥骨骨折。 两人被扔在废弃的农舍里,直到第二天被路人发现,方才送到医院。 警方很快找上了我爸,可是没有证据啊。 孟家兄弟说的那个时间段,我爸在病房。 满屋子病友和护士作证说,孟家老爷子太累了,他在闺女床边睡着了都,呼噜打得山响。 我躺在床上心里暗笑,我爸可从来不打呼噜。 这回我算是知道我爸的人脉和能量了,太然了。 至于两个叔叔,警官拿着画像,这两个人认识吗?和你什么关系? 当然不认识,两人当晚就走了。 他们俩子退休后就迷上了话剧表演,画个妆一个容什么的易如反掌。 那父尊荣别说我爸不认识,估计他们自个儿都觉得陌生。 没有足够的证据,一切只是孟家兄弟的猜想,警方也没办法。 这是只好不了了之,听说孟家兄弟双双住院后, 老太婆和刘慧天天在村口指桑骂怀,发誓一定不会放过我。 呵呵。 谁不放过,谁还不一定呢? 当初我爸百般阻挠,不同意我远嫁。 可那时,我和孟小军爱得如火如荼,我吃了秤妥铁了心,非要千里追爱。 我妈早逝,我爸把我疼得一口气似的,因为我的任性,我爸一夜白了头。 结果我信誓旦旦的金玉良缘,却惨淡收场,连累老妇千里奔波,身心俱疲。 我气得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瓜子。 我爸知道我的心思,安慰我,闺女啊,别难过,等你出院,就和孟小军离婚。 我们还要告他们,把这口恶气出了。 可是,很快我们就被现实无情打脸了。 我还是低估了孟家人的歹毒,孟小军他爸和他妈竟然闹到了我单位。 他们拉了横幅,上写恶毒女人谋害亲夫,天理难容。 老太婆拿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看家本领,对着大喇叭,声泪俱下地哭诉。 说我品行败坏,狼子野心,抢夺家产。 说我水性洋花,勾三搭四,谋害亲夫,坑害公婆。 同事发来视频,我气得在床上发抖。 单位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 有居心叵测的人竟然杜撰了我的黑料。 孟家人蹬鼻子上脸,赖在单位不走,吃喝拉撒都在门房。 老太婆更是泼妇驾驶,坐在领导办公室哭天抹泪要说法。 领导不胜其烦,打电话让我尽快回去解决,消除给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泼皮无赖,下作无底线呗,带谁咬谁,要不,你退一步,就万事大吉了。 和渣子一般见识,只会拉低自己的档次。 做人该低头还得低头,不要一味逞强。 在我说了身体状况之后, 单位派来慰问我的人,纷纷劝我和孟家人和解。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虽然我知道孟家人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虽然我清楚他们不是什么善差,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但我更知道,世上的恶人都是耸人惯出来的。 我请了律师,全权委托他帮我提交离婚诉讼,以及走撞告孟家人的程序。 至于单位,我压根没回应。 我爸说,闺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辞职回家吧,我养你。 我效忠带泪,爸,相信你闺女,我配得上更好的工作, 我还要给您营养天年呢。 我不想再和单位纠缠,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炒了领导的鱿鱼。 既然不能给员工遮风挡雨,那么在我这也就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周,我就带要回家休养了。 出院那天,我请了一个家政阿姨。 我让阿姨快速打包了孟小军的私人物品, 连她的一根毛线都没留下, 彻底清除掉她留下的生活痕迹。 看着屋子里清爽干净的样子, 我心情大好。 隔天,律师把离婚协议书送去了孟小军那里, 她打来电话破口大骂。 白眉,你这个贱女人, 你是不是早就不想和我过了? 你要是这么绝情,也别怪我不客气。 我捏着嗓子,柔声细语道, 不要生气哟,你听我解释吗? 孟小军愣了一下,声音里有一丝窃喜, 给你一个忏悔的机会, 快说,最好让我满意。 我尽量让声音更温柔, 甚至还娇笑了一下。 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早一点离开你, 为什么还要和你过, 图你什么,图你里外,都不是男人吗? 你,贱女人,你等着,我要让你后悔。 孟小军气得暴跳如雷, 对着听筒歇斯底里地骂, 还没等他骂完, 我反手就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我等着,孟小军果然没让我失望。 下午,他就让他爸妈用轮椅推着他过来了。 他们来的时候, 我正喝着我爸炖好的银耳粥, 软糯香甜,味道很好。 孟小军看着我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眼中的怨恨都溢出眼眶了。 我爸直接把他的两个大包袱扔在了门口, 滚,这里不欢迎你们。 孟小军急眼了,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这房子也有我的份, 想让我静身出户, 没门。 我都气笑了, 他咋那么不要脸, 这房子明明就是我爸买给我的, 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老头和老太婆强行闯进来, 又把孟小军抬进屋, 两人一进屋就开始砸东西, 我霸气吼吼地要去阻拦, 我眨眨眼, 随他们去吧, 我还怕他们不闹呢, 不然白向了我悄悄安装的摄像头, 我只是拿起手机淡定地发了一个消息, 他们见我和我爸不哼不哈, 风轻云淡的样子, 非常不爽。 姓白的, 既然你们父女俩不让我们一家人好过, 今天我们就死在这里。 孟小军他妈鬼嚎一声, 对着墙咚咚咚撞起了头, 不一会儿额头上就肿起一个大包, 皮都破了, 不停往外冒险。 还有这种操作, 属实厉害, 我和我爸经得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害怕了是吗? 孟小军看到我们的表情, 得意地大笑。 害怕了就跪下来认个错, 看在往日情分上, 我可以既往不救。 至于你, 岳父大人, 得给我十万块钱, 这事才能了结。 孟小军大言不惭的嘴脸, 让我感到无比可笑。 恰在此时, 我手机消息提示音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对孟小军笑道, 要钱没门, 想怎么闹我们都奉陪。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东西, 当我老婆子是吃素的吗? 老太婆又坐起腰, 往地上一躺, 而起我来了。 我这伤可是在你这瘦的, 你们得送我去大医院照片子, 做检查, 不花个十万八万的我们没完。 要去医院, 我笑了。 好啊, 我成全你, 马上就能如愿。 正闹着, 忽然进来了两个块头很大, 一身腱子肉的猛男。 白小姐, 我们来开工了。 我朝孟家三人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我爸和我默契地对视一眼, 起身去关了监控。 两个猛男活动了一下筋骨, 指关节掰得咔咔作响。 孟小军看傻眼了, 吃惊道, 你们想干什么? 还没等我给他解答疑惑, 其中一个猛男蹲下身一把拎起老太婆, 又重重地灌在地上, 如此两个回合, 老太婆杀猪一样, 滋挖乱脚。 猛男皱了皱眉, 喝道, 闭嘴。 扬起巴掌啪啪啪左右开弓, 打得老太婆口不能言。 脸颊肿得老高, 嘴里血墨子往下直躺。 我看呆了, 到底是练夹子, 手上的力道就是不一样。 另一个猛男却在旁边猝起没埋怨。 大刘, 你专业一点行步, 脸上不能挂彩的。 大刘立马领会, 抡起的拳头直往老太婆身上招呼, 不一会儿他就哭爹喊娘, 爬在地上不能动他了。 我看着好笑, 活该, 不是喜欢躺地上耍横吗? 让你躺个够, 看以后还敢讹人步。 打完老太婆, 大刘又开始收拾老头, 他师父在旁边指导, 哪里下手轻, 哪里下手重, 降略得当, 够专业的,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手也开始痒痒起来。 你们不能动我, 我可是病人。 孟小军看到, 他爸也被揍趴下了, 吓得胆战心惊。 哥,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们不能活没干完, 就撒鸭子跑路吧。 理解一下, 你放心, 有伤的地方, 我会轻一点。 大刘的话不仅没消除 孟小军的恐惧, 反而让他鬼哭狼好起来。 我沉疑了一下, 大刘, 这个人就交给我吧。 白小姐, 这可是我接的第一单, 得有始有终, 你亲自干活, 我没法交代啊。 大刘还害怕, 我这个雇主抢了他的饭碗, 真是有趣, 在我保证一分钱用金不少, 并给他好评时, 才舒展了眉头。 他很贴心地 把孟小军的轮椅搬到我面前, 站在我旁边看着。 孟小军瞪着我, 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 我看着面前这张令人生艳的脸, 怒从心起, 用尽全力, 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 打脸, 就是要打脸, 我才不管, 狠狠地打, 他左脸上顿时又红又肿, 擦, 手都打疼了。 我咬了咬唇, 大刘立即懂事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板子, 递给我。 我靠, 这个可以。 啪, 转眼, 孟小军右脸又挨了我重重一板子。 我瞧了瞧, 不行, 左脸那个红肿的面积明显要小一些。 于是我照他左脸又来了一板子, 这下两边显得匀称一致了。 我的强迫症都被治愈了。 孟家人陆续挨完打后, 两个猛男一走, 我就报了警。 警方来后, 我调出监控, 至于他们被打的那一段, 监控坏了, 当然看不到。 家里一片狼藉, 被他们砸坏的东西不少。 最值钱的是两个景泰兰花瓶和一个古董器皿。 已被他们砸成碎片, 液晶电视显示屏也被他们砸了一个大坑。 妥妥坐实了入室打劫, 至于他们脸上挂的财, 当然是我们正当防卫了。 警官当场就带走了他们。 三个人互相指责埋怨, 两个老东西躺在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起不来, 警官只好找来担架, 把他们抬了出去。 自始至终, 他们也不敢说出被打的事, 因为大流走的时候, 给他们说得很清楚, 我这个人很暴躁的, 下次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 不然我会打得你们一辈子下不了床。 孟小军一家人被带走后, 我立即联系律师, 告知了我这边情况。 然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上诉, 当孟家老头和老太婆听说 私自卖我的车购成盗窃罪时, 吓得屁滚尿流。 再一听, 吓有伤害罪, 造谣诽谤罪, 入室枪劫罪, 毁坏财务罪, 全身立马跟筛糠一样, 站都站不稳了。 两个蠢货,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在被送往看守所的途中, 竟然伺机逃跑。 警方追捕时, 他们慌不择路, 从高处跌落, 老头当场摔死, 老太婆摔伤腰部, 导致脊柱骨折, 最后被医院诊断为高位劫瘫, 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可是老还得照做, 余下的岁月只有把牢底坐穿了。 至于孟小军和孟小虎, 恕罪并罚, 孟小虎被判了五年, 孟小军被判了八年。 我的车子, 加上被他们毁坏的财物 共计六十多万。 法院判决下来后, 孟小虎只好卖了县城的新房, 孟小军东挪西建, 把镇上老房子都卖了, 好不容易凑够钱赔了我。 孟小军丢了公职, 就他那间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样子, 刑满释放后, 西北风都没得喝, 不饿死才怪。 刘慧也被判了一年半, 他嗷嗷逮捕的孩子没人照顾, 只好放在了娘家, 结果他妈没看住, 孩子给丢了。 镇上人说, 铁定是被他豪赌的兄弟给卖了。 刘慧和孟小虎受不了打击, 一个气疯了, 一个在牢里自杀, 被狱警救了后, 落了个终身残疾。 我恨得牙痒, 到最后竟然便宜了孟小军。 我爸不以为然, 有时候活着彼死了痛苦, 炖刀子一点一点割肉才较真的疼。 哦,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释然了。 我差不多养好伤后, 卖了房子, 和我爸一起回省城。 走的那天, 关系好的同事送我时问道, 你在这段感情里伤得这么厉害, 今后还会相信婚姻吗? 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 此刻扪心自问, 我想, 会的。 我不能阴夜费时, 更不能一招被蛇咬十年, 怕惊声, 还未等我给出答案。 他笑颜, 白眉, 你值得更好的人, 形而不咒, 未来可期。 是啊, 我也坚信, 我值得。 虽然曾被辜负过, 但我相信, 一无所知的前方, 走下去才有惊喜。 王儒结婚的时候, 老公只是一位普通的公务员, 月薪不到四千, 他没有足够的能力给王儒一个温暖的新家, 婚后只能和婆婆住在一起, 而且当时的婆婆并没有帮重她的想法, 因为她还有一个女儿, 从小就很溺爱。 第一次和婆婆见面的时候, 她就对王儒说, 小儒, 我们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婚房也没有办法给你们准备, 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 她如今还没嫁人, 得多为她考虑, 你们年轻人得靠自己奋斗, 不能什么都指望父母。 当时的王儒一心信奉爱情, 并不在意这些物质, 她心想, 自己想要和老公在一起, 是因为彼此相爱, 有没有房子并没有关系, 就这样她落婚了。 结婚后他们还是租房生活, 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日子过得还很简单,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很稳定, 结婚不久后, 王儒就怀孕了, 为了不耽误工作, 孩子出生后, 她提议婆婆能过来帮忙带孩子, 但没想到的是, 她却提前收拾好行李, 搬到了小姑子工作的地方去住, 说这样可以方便照顾她。 当时, 王儒的心一下就凉了, 因为婆婆从始至终, 都从未为他们夫妻俩 考虑过, 不仅不肯照顾坐月子, 连孩子也不肯带, 因为她凡事只顾着自己, 儿媳怎么跟她并没有关系。 在她心里, 儿媳是外人, 女儿才是亲人, 最后没办法, 王儒只能让自己的母亲过来帮忙, 她的家庭条件也不算太好, 但因为这两年老家扩建, 他们很幸运地得到一笔开迁款。 爸妈便商量着给王儒买套房, 夫妻俩总不能一直租房子。 孩子渐渐长大了, 有房子才能安心上学,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婆婆的耳朵里, 王儒有了孩子以后, 不管她怎样要求, 婆婆都不肯来帮忙, 但一听说要买房, 立马收拾行李过来显殷, 并且大言不惨道, 儿媳, 听说你爸妈要给你买房, 我可是家里的长辈, 以后你们要负责给我养老的, 买房理应写我的名字。 王儒一听, 当场就懵了, 这是哪跟哪, 买房和她有什么关系, 于是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妈,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爸妈买房给我, 是看我们夫妻俩带着孩子租房自住, 太可怜了, 这才买给我们, 凭什么要写你的名字? 我们当初结婚, 你们没买房, 这已经很说不过去了, 我也没有计较什么, 现在你反倒来找我要房。 婆婆听到她不同意, 一板一眼地讲起了道理, 她列出了三个原因, 一, 我只有一个儿子, 你给我养老天经地义, 如今买房写我的名, 才能保证你的孝心。 二, 写了我的名字, 我住得安心, 这是你的孝敬, 合情合理, 既然你嫁给了我儿子, 就要当起该当的责任。 三, 你结婚了一切都是我儿子的, 我儿子的就是我的, 买房子就必须写我的名, 而且我儿子一向孝顺, 我提的要求他都会答应。 听完婆婆的理由后, 王儒当场就被气笑了,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婆婆连婚房都不给准备, 而且彩礼只给了两万, 王儒从来没有嫌弃过, 也不曾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但如今, 却如此理直气壮地霸占别人房产, 真是没有底线。 他试图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 说道, 妈, 买房写你的名字也行, 你出三十万首付, 以后每个月贷款你来还, 我爸妈给了钱就拿来装修, 就当做这套房是你补给我们的婚房吧。 听到王儒这么说, 婆婆记得火冒三丈, 我哪里有钱给你买房, 你想得太美了。 王儒顺势对道, 我觉得想得美的是你, 一分钱不出就想占别人便宜, 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有没有点当长辈的样子。 完全不讲理, 见婆婆被怼住了, 王儒接着说, 你既然不出钱, 又要求房子要写你的名字, 简直是做白日梦。 再说了, 买房的钱是我父母给的, 并不是我自己的钱, 更不算你儿子的。 房子买了之后, 你可以过来住, 这是我的消息, 我也同意您来。 再说句难听的, 房子写你的名字, 您能住得安心, 那我就得惶恐了。 结婚这么多年, 您从来没有为我考虑过, 心里只有你的女儿。 万一哪天小姑子结婚了, 你把房子给了她, 把我们赶出去, 那我又能怎么办? 花了钱, 房子自己还没有权利住, 我岂不是有苦说不出? 婆婆依然无礼, 不写我名字, 我儿子就跟你离婚, 你都三十岁了, 我看还有谁要你。 婆婆知道自己理亏了, 便用离婚来吓唬王儒。 没想到, 王儒却笑着回应婆婆, 好啊, 离婚我随时可以, 就你这样的婆婆, 哪个女人算是, 遇到哪个女人倒霉。 王儒本以为老公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没想到的是, 婆婆以死相逼, 她终究心软了, 妥协了, 跟王儒说道, 都是一家人, 写谁的名字不一样。 王儒瞬间就死心了, 感觉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都看错了人, 就这样, 一冲动, 两个人真的离婚了。 离婚后, 王儒顺利地买了房子, 和自己的爸妈, 还有孩子住在一起, 少了很多婚姻的琐碎, 再也不用跟男不奖励的婆婆相处, 瞬间轻松很多。 而婆婆呢, 只好又搬去小姑子工作的地方, 不久之后, 她处了对象, 就想再与自己的母亲同住了, 就把母亲赶回了老家。 前夫依旧是一个人生活, 以前下了班, 王儒会做好饭等她回家, 给她洗衣服, 料理家务, 生病了还一直守在身边照顾, 如今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婆婆的晚年无处可去, 她才感到后悔, 便让儿子求王儒回来。 可王儒一次机会都没有给, 早已彻底看清了这家人的为人。 即便以后的生活还是充满着很多未知, 但对于王儒来说, 她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在婚姻里, 她对待婆婆已经足够包容和忍让, 但买房写她的名字, 这样的要求实在太不合理, 岂能随便失去底线。 而她一旦心软, 与前夫复合, 又得继续和前婆婆纠缠不清。 好不容易挑出了婚姻的沼泽, 余生就要好好重新再选择一次了。 接下来我们听下一个故事。 我们结束了, 给我两千万, 女儿抚养权归我, 否则返院见。 早上秦百川刚到公司坐下, 手机里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还有一张她没穿衣服, 抱着女人睡觉的照片。 你疯了吗? 怎么这么自私, 一点情分也不讲了吗? 秦百川怒不可遏, 没想到一向温柔乖巧的妻子, 竟然算计了自己。 我疯了, 但这一切不是都是你和你妈造成的吗?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你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我冷笑着, 发给她一份电子文件。 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下辈子我将为自己而活。 我叫苏青青, 三十二岁, 秦百川是我老公, 她比我大一岁。 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 有两个女儿, 一个八岁一个两岁。 我出生在湘西一个小镇, 八岁时, 父亲跟一个女人好上了, 后期了我跟母亲。 从此我跟着母亲相依为命,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想想就知道有多么不容易。 母亲咬牙坚持着, 她凌晨四点推着三轮车, 从城东批发市场批来蔬菜, 然后七点来到城西, 农贸市场门口贩卖, 辛苦自闭不多说, 还糟尽了白眼和谩骂, 有时候还被市场管理人员 和城管驱赶。 从那时起, 为了省钱, 我就一个人起来 热点生饭生菜吃, 走两公里去上学, 中午吃最便宜的饭菜。 从小我就尝遍了生活艰辛, 知道了人间冷暖, 我知道必须自己要努力, 才能让我和母亲 过上舒服的日子。 这也培养了 我理性处理问题的性格。 我学习很努力, 成绩自然很好, 总是全校前三名。 高考时, 顺利考上了上海一所 九八五大学的建筑系。 第二个学期, 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秦百川, 我们是校友, 他学的是环艺, 我学的是设计。 那时候他的摄友 在追我的摄友。 那天我摄友生日, 他男朋友带着秦百川来了, 第一次见面, 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 他长得瘦瘦高高, 戴着眼睛挺斯文的样子, 说话一口的广东腔。 我和他一共也没有说几句话, 我性格比较内向, 喜欢安静,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有些清冷, 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第二天, 摄友说秦百川看上我了, 问他要我的联系方式, 要不要给他。 秦百川? 谁啊? 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广东人, 雷猴的那个。 摄友说着说着就笑了。 哦, 算了吧, 我淡淡地说道, 那时候我并不是不想谈内爱, 只是觉得这东西看缘分, 不刻意不拒绝。 对于爱情, 我并没有太多其他方面的期望, 比如说外貌, 比如身高和家庭背景, 等等都无所谓。 最主要的就是人品好, 对我好。 因为我爸外遇的事, 给我母亲和我的伤害特别大。 一周后, 秦百川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和QQ号码, 摄友最终还是告诉了他。 在他的邀请下, 我们见面了, 后来一起吃饭, 看电影, 逛街等等。 除了发生关系, 跟其他情侣没什么良样。 他对我很好也很细心, 吃饭能记住我喜欢吃的口味, 点我喜欢的菜, 也不介意吃我吃剩下的东西, 会陪着我在图书馆看一天的书, 也不抱怨。 在我生理期的时候, 愿意帮我买卫生巾, 他做到了很多男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我很感动。 在大四的时候, 我们同居了, 准备毕业就结婚。 我家条件不好, 我妈虽然不再卖菜了, 开了家小超市, 位置还可以, 比以前轻松多了, 但是也挣点辛苦钱。 他家庭条件也一般, 在广东潮州的一个小镇上, 他有兄妹三个, 他是老大, 父母在家搞养殖, 在当地算是很普通的条件。 差不多的家庭条件, 两个人一样的学历, 我们关系很平等, 相处得比较轻松。 他做事积极认真, 对生活充满热情乐观, 这也是我决定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房地产很景气, 毕业后, 我们顺利找到了工作, 留在了上海。 上海房子很贵, 但我们收入还算可以, 加上我们工作努力, 有共同的生活目标, 不到两年, 我们攒够了首付, 在偏一点的地方, 贷款买了房子, 然后我们结婚,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感情也一直很好, 我感觉很幸福。 为了工作, 我们采取了避孕措施, 但没有吃药和带套这些, 主要是算安全期。 我们商量过, 对于生孩子, 最理想的时间是三年后, 但如果他早来了, 我们也不拒绝, 顺其自然一点。 第二年秋天, 我怀孕了, 虽然比理想中的时间早了一些, 但我们都很开心。 金柏川怕我累着, 从知道怀孕开始, 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 令我很感动。 七个月的时候, 婆婆也赶了过来, 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精心照顾我, 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我向单位请了假, 去老公老家代产, 不久后孩子出生了, 很健康, 是个女孩。 公公婆婆很开心, 她们说好好坐月子, 恢复身体, 趁着年轻再生一个。 说实话, 她们对我很好, 婆婆照顾我坐月子, 带孩子也很精心, 还天天给我煲汤。 公公还去山里, 给我买土鸡和鸡蛋。 遇到这样的公婆, 我很知足, 没有婆媳矛盾, 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心情特别好。 老公说, 他们潮州这里风俗, 多子多福, 每家是必须要生一个儿子。 你看, 每家每户都是很多孩子。 她说她倒无所谓, 如果我不愿意生二胎也别生了, 尊重我的意思。 我也不是不重感情的人, 别人敬我一尺, 我还人一丈, 她们对我这么好, 其实从我内心来说, 我不是很想生二胎, 但是为了她们, 我愿意再生一个。 我和秦百川商量, 等女儿两岁以后我再怀孕, 一是现在女儿太小, 二是公司那边也不好交代, 总不能一直生孩子休产假吧。 又上了一年多班, 我和两个同事合伙, 成立了个工作室, 自己接单子, 时间刻以自由安排, 挣得还多。 老公这时候也升职, 我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 第三年, 工作室接了一个外省 县急市火车站的广场项目改造, 光是设计费就六百多万。 忙了大半年, 我提前还清了房贷, 之前, 女儿一直有婆婆带着, 这时她已经三岁了, 我想接她来上海商幼儿园, 婆婆刚开始不同意, 说她带着就好, 让我们赶紧再生一个。 我同意备孕, 但女儿要带在身边读书, 我可以请保姆。 婆婆见我坚持, 没办法, 她也来到了上海。 半年后我怀孕了, 婆婆特别开心, 每天扮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每次产检都陪我去。 小区的阿姨们都说我婆婆真好, 我对婆婆也特别感激, 我身体很好, 心情也不错, 每次都定期产检,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胎儿四个月时就突然没有了心跳, 只好迎产。 那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 老公和婆婆都安慰我, 让我别太难过, 好好保养身体。 面对这么好的婆婆, 我又感动又愧疚, 一年后我又怀孕了, 有了上次的意外, 这一次我更加小心翼翼, 严格按照医生说的做。 第四个月做产检时, 我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找到婆婆时, 听到婆婆跟医生在聊天, 我刚想推门进去, 听到了一句令我又震惊的话, 怎么又是个女儿, 上次也是女儿。 我扑得潮州话传了出来, 我跟秦百川已经结婚六年多了, 虽然我不会说潮州话, 平时我们也是用普通话交流, 但其实只要他们语速不太快, 我基本已经能听懂了, 医生也用潮州话和他轻声交流着,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婆婆从未跟我说过 她认识这个医生, 他们在我面前 也一直用普通话交流。 还有, 婆婆对于抱孙子的观念根深蒂固, 她也知道我跟老公已经说好了, 不管男女只剩两塌的事情, 上次也是女儿, 婆婆既然背着我 鉴定她而信别, 难道她早就知道了 上次怀的是女儿?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 婆婆跟今生的这些话,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个慈眉山目的老人, 这个跟我妈一样 对我好的婆婆, 竟然背着我做这种事? 如果上次她知道 我肚子里的是女儿, 那意外的流产 是不是她搞的鬼? 我突然冷汗直流, 越想越心寒。 我本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自从秦百川结婚后, 婆婆对我悉心照顾, 我对她没有任何防备, 可没想到, 她背后瞒着我这么多的事情, 让我不得不开始 对她有了戒备。 现在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四个多月了, 生下来还是迎产, 对身体伤害都同样大, 我决定生下来, 反正这是最后一胎, 以后再也不生了, 谁劝都没有用, 何况秦百川也说过, 她不太在意这些。 听了医生的这些话, 我对婆婆有了戒备, 跟工作室的另外两个同伴 交集完工作后, 我对婆婆和老公找了借口, 说我娘家那边有个项目在谈, 我刚好一边谈项目, 一边在那边养胎, 我悄悄地观察, 秦百川没什么异样, 但婆婆的脸色变了又变, 欲言又止, 叹了一口气, 去了她的卧室,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不确定上次流产是婆婆所为, 但我也不得不小心防备, 我也能体谅她抱孙子的心愿, 但我也该为我的实际情况考虑, 后来发生的事, 证明了我这样做是无比的正确, 婆婆不像她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简单, 更没想到的是, 我无比信任的老公, 最后也听了婆婆的话, 变得自私变得陌生, 几个月后, 我顺利生下了孩子, 回到了上海, 婆婆已经回到了广东, 老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 我请了保姆一起带孩子, 事实就这么平淡, 琐碎地过着, 我也以为可以这样安心地过完一辈子, 没想到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我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婚姻也变得支离破碎, 我从不愿意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 特别是家人, 可是事实证明我太单纯了, 低估了人性的丑陋, 半年后的一天, 老公从外面出差回来, 满脸疲倦倒下就睡, 连平常宝贝的不得了的大女儿也没有打招呼, 这时, 她手机微信响了好几声, 我也没有理会, 我们对彼此很信任, 也从来不看对方手机, 手机也没有密码, 她以前也说过, 她没有任何秘密, 我可以随便看, 我觉得没有必要, 她睡下后我便出了我室, 来到了阳台亮衣服, 不一会儿, 女儿拿着老公的手机出来了, 她对我说, 妈妈, 爸爸手机里还有个小宝宝, 比妹妹还小呢, 我疑惑地接过手机一看, 惊呆了, 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一般, 无法动他, 微信里, 婆婆发了好几张小宝宝的照片给老公, 那宝宝差不多两个月的, 眉眼睛跟我老公非常的深思, 我冷静下来, 开始翻聊天记录, 越看越震惊, 原来他们母子背着我, 做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把我当成什么了, 通过聊天记录我发现,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得知我怀的又是女儿, 而且我以后不想再继续生孩子后, 婆婆便劝老公借父生子, 老公刚开始不同意, 婆婆说养殖场被征收, 要修高速公路了, 马上要拆迁, 加上老公爷爷家的祖宅, 差不多可以拿到五六千万的赔偿款, 如果老公没有男丁, 按照老家规矩, 我老公一分钱赔偿款也拿不到, 爷爷的那部分会全部给堂兄弟, 公公的那部分会给老公弟弟, 因为老公弟弟结婚了, 弟媳妇肚子里怀的是男孩, 老公答应了, 婆婆托人找了大山里的女人, 愿意帮她生孩子, 现在孩子已经快两个月了, 我抹掉眼泪, 心如死灰, 没想到, 被自己最信任的人给算计背叛了, 越来越相信, 上次怀孕她儿出意外的事情, 肯定是婆婆造成的, 她不想让我再生一个女儿, 我把她手机里的照片拍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放到她床边, 我想离婚, 但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成全她们, 我很冷静, 没有吵闹, 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我要让她近身出户, 一无所有, 我找到了乔欣, 一个非常漂亮但开放的女人, 她是我一个高中女同学的妹妹, 她离了三次婚, 没有工作, 喜欢享受, 她很需要钱, 上次偶然在街上遇见, 她给我留了联系方式, 还问我借钱, 但我没有借给她, 我把她约在一家茶馆, 说出了让她去勾引我老公秦百川的计划, 没问题, 小意思, 我要十万, 乔欣叼着烟轻描淡写地说道, 八万, 一个月内我要拿到照片, 我平淡地说道, 成交, 你先付一半, 乔欣微笑着, 欣红的嘴唇很刺眼, 把钱给她以后, 她笑着对我说, 索青姐, 你比我姐厉害多了, 她只会像个怨妇死的天天苦闹, 我没有理她, 离开了茶馆, 我不想和乔欣这样的人有太深的交往, 说我着情也好, 高清也罢, 虽然我自认不是一个好女人, 但也不屑与她为伍, 也许是别人的老婆香, 也许是乔欣的手段高明, 从接近秦百川到拿到他们上床的照片, 乔欣只花了二十天的时间, 对于这个过程我没有去了解, 我也不想知道, 我在乎的是老公出轨的证据, 我把秦百川和乔欣的床照, 以及那婴儿的照片都发给了她, 要求拿两千万给我离婚, 不到半小时, 秦百川脸色阴沉地出现在家里, 你是不是疯了,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竟然算计我, 秦百川愤怒地问, 我是疯了, 我是无情无义, 但这一切都是你跟你妈造成的, 你为了争遗产, 背着我和别的女人生儿子, 你妈更无耻, 为了让我生儿子, 她跟医生串通把我孩子打掉, 我没有大喊大叫时钟平静, 生孩子的事确实是我不对, 但我对那女人没有丝毫的感情, 我爱的是你啊, 至于我妈跟医生怎么样, 我完全不知情, 真的, 突然她跪下来试图抱着我, 我连忙后退了好几步, 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不错, 我仍然爱你,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就算为了女儿, 还有那乔欣, 是她灌醉我她主动的, 秦百川流着眼泪, 哀求地看着我, 如果你真的为了女儿好, 我们离婚吧, 我帮你算过了, 两千万你拿得出来, 签字吧, 好聚好散, 你以后还有机会见到女儿, 不然, 只能法院见了, 我面无表情地说着, 拿出了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一周后, 我们离了婚, 秦百川搬了出去, 对于这段婚姻我百感交集, 爱过, 幸福过, 最后去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结束, 不可否认, 我们的感情其实没有问题, 我也相信, 她跟其他女人没有感情, 我最爱的男人还是她, 但我不能容忍她为了遗产, 找人生孩子, 我也害怕再和这样的婆婆过日子, 对待婚姻和爱情可以感性, 但绝对要有底线, 也许离婚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不后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